嘿大家好我是SIM 嘿大家好我是熊號 今天再來看一下灌籃高手的三井獸 那我覺得三井獸這個模組啊 到底有沒有做壞呢 是不是隨便一個人呢 一個阿勵不打的人呢 隨便玩都能夠 不知道這個還好是寫神秘玩家 還真的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是不是隨便玩就能夠隨便投10顆三分球以上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場 這個背後的山水畫 畫的相當的不錯啊 正所謂三不再搞有先則名 水不再省有龍則靈啊 背後這個看起來很像是超商的御飯團 三井的馬上就投出了一個空位三分 但很可惜的沒進 地球直接被沒收流川 被櫻木給哼哼防守住我們先把 主要的角色呢換到咱們的三井身上來 哎呦三井麻辣辣的一個火鍋直接給他bar 來看一下三井六狗秀流川風被遛著走瞬間一個 閃電走位啊哎呦一個 折返的這個這個 腳踝到底會不會自己扭到自己啊瞬間彈回來 哎如果可以搭配擋拆的話這一招真的是蠻難守 而有一個 球彈寬而出南鄉搶下來 三井這一次 流川風手刀跑過來耶 直接用手刀跑 給他barry 準備進攻籃框了嗎 並沒有這把球回給小天 一段上籃直接被南鄉給 封阻掉了 這邊再看一下三井有要秀嗎 一定要秀吧這個花都花錢了對吧 被干擾到 籃板球 魚住能夠搶下來嗎沒問題 流川風心裡 臥密陀佛喊著拜託魚住搶到 哎呦再來一個後仰 又在祷告魚住了嗎 哎呀流川風有個好夥伴啊 最後切進去一個 gimme fight灌籃 漢地把灌直接飛進來 終於呢再拿下了兩分了 現在呢 分差3比2 哎呦來看一下 三井裝了什麼 是彈簧腿啊 4 3 哇這個三分球遙遠的祝福 OK我們看一下非常勞累的三井了 流川又切進去了非常慢的二段 那很不幸的彈出來 魚住強調第五個籃板球 流川再一次嘗試fadeway 球依舊彈簧得出 櫻木搶下來了 我彌陀佛啊 球又回到三井手上 要來了嗎 很緊張呢 彈出來了嗎 彈出來了 被感到到 但是還是能夠投進這三分 三分球呢已經來到了 三顆了 哎呀我們今天呢 可是會投11顆啊 直接告訴大家 就是11顆 到底怎麼投的 真的是一般人也能夠投出11顆嗎 流川風不停的後仰 不停的打鐵 這一球命中了 沒問題 終於啊投了非常多球 但是命中率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吧 彈簧又裝起來了 這一個彈這個 團出去 真的超遠的 這個到底要怎麼守啊 很難守的吧 好啦那這邊順便講一下 底下呢有一個 賴社群的連結 如果你有玩 冠高啊 或是黑子籃球 想要找人討論的話 歡迎進來 來了 三分 燃燒三分蛋 籃球火 有人說這個畫風是我 是井上畫的是不是 搞得好像我不是真的粉絲一樣啊 我怎麼沒印象 有長這麼奇怪的 益次元的三井獸啊 他畫出來的 感覺跟 傳奇流川還有傳奇櫻木 真的不太一樣 大家真的可以接受這個畫風嗎 又來了 這次是嚴重干擾 魚住已經搶好藍圈了 長壁員抓板 再抓下來 看起來這一邊呢是很難進攻啊 最後有小田一個 Badway大招開起來 做一個終結 這個真的是很難出手的 三井就是三分三分在打 又彈出來了 彈黃狗 這個玩具總動員應該有找他代言吧 之前聽說NBA有一款 球鞋 不是NBA一款球鞋 有一款球鞋呢 可以提高 球員的彈跳力 然後被NBA給禁止了 這三井應該是直接穿十雙吧 這個彈跳 我覺得有點有點離譜 每次看他每次還覺得很瞎 這次選擇兩分嗎沒有 繼續傳球還有8秒再一次的 飄移投籃 飄 投文制定應該也可以跟他聯名吧 這個飄移投籃也是相當的帥 流川灌進去南鄉請他吃火鍋 小田 喊第八重這一球 穩穩命中 但分差已經來到了11分差 孤城無力可回天的境界了 相當的難受啊 還能夠沉得住 沉得住氣嗎 心裡的這個打擊又來一顆三分蛋第8顆了 吹枯拉朽之力啊這個三井真的是相當的狠啊 我已經不知道 客場他們是怎麼思考的 這一場比賽 這種 三井出來 甜蜜奇真的是很甜 畢竟現在客長 已經不多了 大客長可能真的不多了 所以這種角色一出來肯定要讓客長感覺 非常有感對吧 老吉都花錢了 怎麼能夠沒有fuel 就是這種虐菜的感覺 哎呀我看著看著好像都覺得我可以回去 再拿三井虐 啊不過呢這個三井 聽說老爹啊 這個 乾店玩的老爹已經100%了 不知道他花多少錢了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知道 聽說也是好幾萬跑不掉了啊 5萬吧要5萬吧 畢竟是傳奇角色 這個這種傳奇角色 應該是緊繃爛爛啦 就是 不會再有更更新的角色了吧 到 到了傳奇這個階段應該就封頂了 這個三井居然沒有飄移喔 也沒有後仰直接就拔起來了 是不是按錯按鍵還是怎麼樣 還是真的太累了這三井 流川不停的後仰 不停的打鐵 不停的變成別人的數據製造機 再一次飄移突然嚴重干擾 彈出來一目瞄板 再交給三井 又要來秀了嗎 喂南鄉 不是我們不是花錢來看你投球的耶 我們是來看三井來飄一下的 來了飄出去了 三個人都擠在這裡 沒進 剛剛沒動畫嘛 所以肯定是沒進 流川感覺又要在一個後仰 沒錯他們的策略就是 擋拆後仰擋拆後仰 但是這樣的策略呢感覺行不太通啊 畢竟我們這邊有 飄移魔人 非常兇猛 又來了 閃電後撤 這一球櫻木再一次 苗板 再飄一球 還是沒有 不給就是不給 老舔也 給個球吧 來了流川 這一個縮到胸口 覺得胸口痛 二次的 後仰 找到機會了嗎 直接甩到別人面前 這一球感覺 剛剛是可以 找出一個空位的 就居然沒有給 自己一個空位的機會 應該要跟自己告解一下 剩下最後的五秒鐘 這一球打上去之後 三秒鐘三井有辦法出最後的一球嗎 有辦法嗎 還是我騙你們 還是直接把啊 燃燒三分蛋 沒救了沒辦法 守不住 籃球火直接燒起來 最後的一秒鐘 比數呢 三十五比十八 相當相當的驚人 這個三十五比十八 啊 這個 我是覺得如果沒有溝通好啊 我是一個門外漢來看啊 反正我也是看了非常多這個回放 沒溝通好基本上很難守吧 我現在呢 一會兒自己在打黑子籃球 然後面對到都是 機體不足啦 我以為黑子其實也是蠻多 灌高的 玩家 但是 機體不足的情況下 不會看到這麼花里胡哨的 進攻 看得我是相當的憂心了 好今天 今天的這部影片到結束了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吧 拜拜 晚安